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每週聊新聞的單元 你知道去年兩年前的今天我們在幹嘛嗎 我們應該在米蘭吧這個時間點 更精確一點我們在義大利的波隆納 因為當時我們結束米蘭車展的採訪 我們公司大家就一起去了波隆納一日遊 波隆納其實是義大利 就是歐洲最早的大學生子 因為他們是專攻這些機械什麼的 工業對工業的 所以他們那邊誕生了很多 像法拉利藍寶堅尼然後Ducati全部都在那邊 沒錯所以我們當天就是早上先去了法拉利博物館 然後下午再趕場到Ducati博物館 去年的今天真是充滿紅色的意味 但要跟大家提醒個Ducati博物館其實蠻雷的 所以如果你有要去的話 可能還是要參觀他們 我記得他們有工廠的導覽 可能會比較有趣 但是單純博物館其實蠻無聊 對那博物館其實規模並不大 對而且我們去的時候比較晚了 所以就有一點點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的感覺 對啊就一些印象比較深刻 像Scrimbler還有Postmart的賽車 對Postmart最近過世了 那法拉利博物館就不用多說了 哇那個什麼Dino 藍色的Dino 真的是 超讚的 好沒關係我們就繼續在台灣陪大家聊新聞吧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富科榮光2022 Yamaha XSR900改款發表 這個車對我來說我有很多可以分享 因為其實我家中剛好就是舊款的 就是現在台灣路上跑了的 XSR900車主持 對 可是已經賣掉了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新改款的 XSR900好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時候 YAMAHA推出了這個新款的MT09 因為它排氣量提升之後 大家就一直在期待說 這個XSR900或者是 謠傳中的R9會不會出現 沒錯 那果不其然YAMAHA再隔一年 今年他們就帶來了這個XSR900的改款 對那先跟大家前情複習一下 MT09的改款當中 它是名副其實的大改款 因為它不只你剛剛提到的引擎 它連車架還有很多的電控系統 都換上更新還有全新的配備 對它連外觀 它也去做了一個變臉小小的改變 對我覺得整台車給人家的感覺 我覺得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對就是重點就是它那顆三缸引擎 它B轉的時候是很有力道很飽滿的 好那我們回來正題看一下 這台XSR900好了 它這一次同樣換上了全新的 這個889CC的並列三缸引擎 那在外觀部分也跟隨這個MT091R 它稍微去做了一點點小變化 那這一次變化的主軸 他們就是要復刻 這個80年代YAMAHA這些賽車的樣貌上去 對而且它跟上一代比較不一樣 因為上一代我記得是複製這個 YAMAHA XS的車系 那這一次他們複製的是 比較仿賽的車款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油箱的部分 它就是復刻這種方方的油箱 那造型看起來跟YAMAHA FZR的 那個油箱就很像 對我覺得看起來真的是有點蠻像的 那我就個人我覺得最有特色的部分 是它把後座點 做的像以前這個賽車 因為你剛剛講的FZR也有點像 就是它後面有點這種方正的 這種尾殼的造型 沒錯這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在2021年的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方方的復古車 對 真的很不錯 而且它很巧妙的把尾燈整合到 它後座點下面 有我們喜歡的部分 也有想要吐槽一下的部分 我覺得它車燈這一次一樣 還是我很想吐槽的地方 它那個車燈還是看起來有一點點像 我覺得看起來很像 我們以前在排片用的這種打燈的這種K燈 了解 對它那個樣真的長的 有一點點很像淘寶貨淘進來 然後裝在上面的感覺 那我自己的意見 尖詐於它的儀表 因為上一代它走這種比較經典復古車的設計 它用的是一個原型的儀表 那這一次它可能因為MT09 它就改成這個3.5吋的數位儀表 那它就遷就它 所以XSR900上面也看到這種一模一樣的設計 那我覺得這種老車上面 看到一片那個平板插在上面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討喜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啦 因為XSR900他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前衛的復古車型 所以其實我覺得裝這個數位儀表 我個人是沒什麼意見 但我有意見是它的尺寸 那3.5吋看起來真的是 就iPhone4 大家去看iPhone4就是3.5吋 你跟其他對手比起來 你不要說那種比那種什麼6.5吋甚至更大 你比那種5吋的它都看起來有點小 對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這次當然它的電控部分也是給好給 像是6軸的IMU系統 還有一些像是防孤輪系統 循跡控制動力切換全部都有 所以真理上來講 我覺得這台車還是非常的超值 那我也說過 因為我們家是前車主 我覺得這台車在台灣真的很有趣 因為同樣的價格 特別是如果你買二手車 30出頭萬的價錢 你可以買到三缸900cc的動力 其實是很像的 對如果三十幾萬 就是如果你只要買新車的話 大概只能買650的HONDA 對而且650的HONDA是四缸 你也知道四缸在低轉的時候 並不是那麼討喜 那這個三缸900真的是動力隨補隨有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相當不錯 相當划算的選擇 那至於台灣三葉嘛 因為現在有賣XSR700嘛 對但他們900就是一直沒有官方進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900在復古車 跟運動街車這個部分 可能會吃到互相的市場 所以他們可能選擇其中一種車款引進這樣 對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能稍微期待一下貿易商 或者是台灣三葉 引進這台話題新車 對沒有錯 好那接下來就來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致敬GP上股神獸 MV Augusta Super Veloce Argo限量發售 這車真的是移動藝術品再次出現 你看跟剛剛介紹的XSR900比 一樣都是這種比較復古形式的車款 是 馬上從平民親民復車 現在躍升到移動藝術品 對這個MV Augusta他們家 真的是最會做這種限量車的車廠 那這一次MV Augusta致敬的對象 就是他們家自家 拿過最多15座分散冠軍的 15座世界冠軍 對世界冠軍 世界冠軍說錯了 15座世界冠軍的Yekmo Augusta Nini 哇真的是上股神獸 那這一位Argo 他在賽場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有名 而且甚至在近幾年 你還會在一些MotoGP的花邊新聞裡面 看到他 那這一次MV Augusta他們推出這台限量版的車 他們總共推出了311台 那為什麼是311呢 你猜猜看 311匹 好啦其實就是跟Argo 他拿過的分戰冠軍數量有關了 他生涯總共拿過311座的分戰冠軍 他這一次用的車身 其實就跟他之前推出過的Superlogic S 其實是同款的 因為你看他輪圈 他還是換成了比較有味道的鋼石框 對 其他的部分其實就跟他們之前的車型都差不多 主要就是換了一些殼 他們最喜歡換殼 就是車上有一些塗裝這樣子 對 那這台車還是幫大家複習一下 他採用798cc的並列三缸引擎 最大馬力不是311匹 是147匹 那最大扭力有88牛頓 那當然因為是MV的移動藝術品 所以所有的規格都相當高階 前後的避震器都採用All-inx的製品 煞車也是用Brembo最頂級的款式 輪圈都是用這種無內胎的 類似剛撕框的造型 所以整體上來講就是所有東西都公平 甚至他們還提供塞道套件 套件裡面他有Aero的排氣管 那還有賽車的ECU 那ECU也可以提升他的馬力亞來到151匹 對 那我們最後也講一下他的售價部分 他在歐洲開出的價格是32100歐元 所以換算台幣大概是103萬左右 其實也還好 如果你以一台收藏品來看的話 其實沒有特別貴 那台灣的總代理過往都會引進非常多 這個真希猛售價 所以這台車未來引進台灣的機會也相當高 但當然數量可能不會太多 所以搞不好你現在看到我們的消息 然後突然間覺得我有一堆錢想要去買車 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或許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哪一天在利寶 還是在台灣的山路上可以看到這台試車 沒有錯 最後就讓我們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220匹轉自引擎 130公斤幹重 Criton CR700W海外發表 Criton這間公司 他們其實跟英國廠牌Norton有很大的淵源 沒錯 他這個創辦人 其實他早期就是在Norton的賽車部門裡面工作 Norton過去他們有一台賽車 Norton 588 他就是使用這個專制引擎下來做設計的 所以就如同大家想像 那個工程師後來可能離職或跳槽了 然後他就自己成立一個小工作室 然後使用他自己 是Norton倒掉了 所以他就自己出來 就是他這個項目他就自己留著繼續做 Norton 588這個引擎他就把它去擴大 擴大到這個700 690cc 那這顆引擎他也是耗費了非常多的心血精去做研發跟設計 過去我們都知道這個專制引擎 他雖然這個馬力亞小排量可以爆發出很大的馬力 對 但是他會有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比如說他這個磨耗引擎裡面的磨耗會非常嚴重 哦 沒錯 對 那受限於舊時代的這些材料技術 那他們沒有辦法去克服這些問題 但近年這些材料技術進步了之後 他就利用這些新的材料技術來提升他這個內部的耐用度 哦 所以簡單來講 專制引擎現在會變得耐用一點點 我記得專制引擎在台灣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早期馬自達的RX7跟RX8上市的時候 因為專制引擎排氣量超小 哦 對 我記得他1300cc吧 對對對 然後台灣好像就因為他排氣量小到太莫名其妙 然後馬力太大 所以他那個繳碎的時候 他的那個排氣量級距他是要兩倍 有這件事吧 對 我記得好像有 我記得他好像1300要繳2600的排量 對 我記得好像有這件事 非常有趣欸 然後我記得我也還聽過就是當時RX8他的引擎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他會沒辦法修 所以你要整顆掉起來 然後他把你進去日本 然後他們好像會背引擎 然後再跟你直接做兌換這樣 我覺得這個馬力繳碎這問題就很莫名其妙 而且這個再閒聊一下 我一定要抱怨一下 我跟你講接下來下一個繳碎會遇到問題 就是電動車 哦 對 因為現在電動車是用馬力在分嘛 你看電動車現在隨便Tesla 500 最便宜的馬力那麼大 我瘋了 是 對啊 所以政府就大家自己加油 加油 那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一下Cryton的部分 他們找了這個專門在做飛機專支引擎的廠商 叫這個Russian Power 他們就透過技術合作 解決他引擎內部的一些問題 也讓他這顆引擎 重量來到非常驚人的重量 多輕呢 他引擎本體只有24公斤 可以整個抱起來 對 你可以很輕鬆 順便一隻手就可以撐起來 所以我修車的時候不用掉了 不用再用掉架掉起來 是 他加上了一顆6速的變速箱之後 整顆也才重43公斤 所以你就知道他重量有多誇張了 整台車全部弄起來 他的幹重只有129.5公斤 但是你看他這麼輕啊 這麼小的引擎 他居然可以爆發出220匹的馬力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他的排氣量只有690cc 對 所以他等於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發文的時候 我hashtag了一個 07的排量 然後M1的動力 真的欸 這台車他會限量發售 那他會手工生產25台 對 所以等於說你想要買的話 可能就是要趕快去搶才搶得到 沒錯 那他的價格非常的天價 是85000歐元 換算成台幣大概是270萬 天啊 而且我看到你有寫 他對比Ducati的Panigali V4 對 他的歐洲售價剛剛講是8萬 Ducati在歐洲只要賣4萬 天啊 對 沒有錯 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個 而且重點是他還不能就是 上路 他是不能領牌的 他是純粹的賽車 所以我覺得這車買起來 其實蠻划算的 因為比起剛剛前面的MV 至少你看這台還是轉子引擎 聽起來又比較不一樣 對 我覺得這個轉子引擎 確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產品 雖然他不能在馬路上騎 他只能在賽道裡面玩 但我覺得絕對會有 非常多的頂級買家 願意花這個錢來收藏這個車 沒錯 那不知道台灣的一些有錢的玩家 有沒有興趣來入手一台 對啊 因為我還蠻期待在力寶看到這種車 真的 很想看他能夠跑出什麼樣的成績 對 因為之前力寶就有Mogo3的廠車下去玩 對 就還蠻不錯的 而且現在台灣賽車運動也越來越盛行 搞不好會有這種珍稀易送 對 而且你要想未來就變電動車時代 這種東西真的就是已經越來越少 這是極稀有 尤其是又是那麼稀有的轉子引擎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下週見 拜拜 拜拜 拜拜